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给可突 李江淮先给到了高登 再起 许可和彭新 加在一块三次外线打队 高登再突进来 还是通过挡开 好球 漂亮 刚才许中豪打进外线之后 帮助广煞在进步端缓解了一下 不打吗 这球应该投了 李洋其实在高登回来之后的上场时间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限制 杀伤篮下包括外线的手感 看来还是通过挡拆 拉开 直接突进来 传球传的也不错 这就是赵一号进攻点的全面 差不多就是十头以上之后 这个抢中的漂亮 直接攻篮 应该没问题是吧 转一号 回不来 豪子 漂亮这次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火 胡军炫是该有这样的回应 把胡文秋则删了一个 哎呦 这胡文秋则多少时间没挨过帽 我好像没见 挺长时间没挨过帽 它是两分了 哦 错位之间外线直接枪投 哎呀 强打打成 二加一 58比52 现在只剩下6分的差距 高登已经二一分了 哇 分出来 也是 哇 三加一 第一时间还是分出来 仁玉兄弟在两端 嗯 指东打西刚才传球 又是很耐心导球 其实机会完全出来 也传过来 同样外线机会 直接来了 篮板球就 直接拿到了 总司一起 2加1 还有机会 很耐心传导 高登在无球端 其实这下机会更好 对 再来一个三分 刘续成 今天刘续成的外线 三个了 篮下面对刘续成和张永鹏 两名球员 现在以前很少见 就是高登 放开之后 其实空间也很足了 还是依靠琼斯掩护 就穿给琼斯 其实这个身高差的很大 其实可以打下篮下 好球 味道篮下了 还是把球刷一高登 段锋 单影护 上角瑞加的效果还是不错 又是一个小打大的进攻 堵中距离 三点进攻 好球 再起之后啊 呼尼修 三分球 嗯 卡米然 有了 更快呢 其实可能 找船 对 封盖的可能性都没了 对 连碰上的可能性都没有 对 还是打档开 琼斯和张永浩 会 直接给 带走了 对 你这 直接把阿地利带走之后呢 就要位了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哎呦 船 船的不错 冲击篮下 欧军选 没能打中 这样一来 全场比赛结束 125比111 浙江广沙在这场比赛当中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谢谢大家